旧金山华人沙龙,叛讨中国大变局,旧金山华人国事沙龙从上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开始,邀请当地中国民运和人权人士,举行中国大变局到来我们怎么办,讨论会希望通过持续深入的讨论各民运组织,民运人士求大同,存小益,达成当中国大变局到来之时, 使中国能够顺利实现民主宪政转型的旧金山共识旧金山国事沙龙,由89民运学生领袖封从德创办,不定期就中国问题举行讨论会以往的讨论着重于观点的表达,这一次不同希望通过讨论寻求,应对未来中国大变局的总体战略, 也就是旧金山共识讨论会,由89民运学生领袖赵新主持他说,最近的变化可以说是89六四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过的这个变化,包括金融危机爆发了, 社会危机也爆发了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也爆发了在这种情况下,海内外有这样的呼声,民间,反对派你们的总体战略是什么? 还是像以前一样一盘散沙嘛,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是要结束一盘散沙凝聚共识, 参加国事沙龙讨论会并发言的有旧金山各民运组织负责人以知名民运和人权人士周峰所, 风从德、方正、葛荣、陈天时、向力、郑林等,以及网上著名视频节目《书斩夜话》,主讲人任松林、同幕,刚刚逃离中国,来到美国的著名人权人士向力说国, 进行是很好特朗普对中共清醒的认识,不管他对习近平表面上称兄道弟, 他实际上,打击非常大中共从经济上垮掉是非常有可能的80后青年王毅认为, 中国大变局到来我们怎么办?大讨论非常重要他说,我们这里达成的共识, 应该是给中国人认知,将来中国在共产党覆灭了之后,我们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国内大部分老百姓,对共产党非常反感, 但是他们心中也有一个疑问,共产党到了中国会怎样模样,只有让老百姓认为, 共产党到了他们会得到更好的生活,才能够让大家不恐惧,书斩夜话,主讲人任松林说, 大家寻求旧金山共识,就是要做准备好的事情, 我从90年代就推广回归民,国回归民国的原因, 是因为想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必须是有一定基础的。 中华民国是有基础的他,是建立在推翻满清和战胜法西斯这两件事的基础上, 风从德也是回归民国的倡导者, 他主张未来中国,应回归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 作为大变局到来时,中国的宪政基础他说,要用一个国家大法限制政府的权力, 保障人民权利四六宪法,按照胡适的说法,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四六宪法, 在台湾运作了这么多年,很适应华人社会是非常符合宪政主义的宪法, 国宪沙龙主持人,表示中国的大变局,也许十年八年后到来也许明天, 后天就到来为迎接这一变局。 中国大变局到来我们怎么办,还要举行多场讨论, 直到达成旧金山共识,NBSP,特约记者CKNBSP,NBSP, 则编身华网编锐哲,相关报道民主沙龙,2018年12月18日,六四人物原木去世。 官方称其共产主义战事特鲁多中国居加拿大公民,不可接受中国热评, 孟晚舟事件走向非西美方如何反制中国入侵万豪, 2018年12月14日,中国在非洲大撒币,美国如何示好零八宪章十周年, 欲改革开放四十年腾标中共体制内汉奸,知多少高薪美中关系四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专题, 吹嘘风小惊艳习近平柴辽芽流青,美中共时,孟晚舟案不会影响贸易谈判评论, 添加评论打印分享电邮同步广播库,新疆大规模转移穆斯林集中营, 先甘肃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接受调查,山东上千老兵维权与警激烈冲突, 新疆镇压死亡镇杀人如麻为何犯冰冰不用坐牢? 中国最高检要求,严陈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联系我们点滴的输液馆, 妈妈的鬼门关中国最高检要求各机关严惩侵害儿童犯罪习近平, 为何对文革情有独钟高薪? 编辑推荐民主沙龙,2018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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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民主沙龙,2018年12月18日。